他为什么在极乐世界没有真正成就 他就来了 他慈悲心切 看到这个世间众生太可怜了 他就来了 我们把这些情形搞清楚 这世界上有再来人 真的吗 真有 再来人怎么也糊涂呢 原来是凡圣同俱主再来的人 才有这个情形 方便途绝对没有 诸经广占四发功德 文明措耳 重罪冰消 唱身见字 万得云集 这两句话说得好啊 钱管担心 只有净土 深修原制 献正佛道 功夫钱的人 真心 真法院求生净土 到极乐世界 凡圣通知土 这是功德前的 身的人呢 身的人圆满的智慧出现了 用我们本经的经题来讲 清净平等诸 清净平等得到了 这个里头 也有钱身 不一样 所以那个倦呢 有小物 有大物 有大车大物 不一样 那为什么呢 放下多少不相同啊 执着放下了 分别没放下 有没有就有 少分就 阿罗汉了 阿罗汉里面的少分 是虚头话 都得要放下执着 放下多少不一样 真的要练 练一切执着 都不要了 我们生西方 建筑的时候 那就生 方便有余处 不再翻身同修处了 如果分别 也放下了 不但不执着 分别的念头 都不生了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佛来接引的时候 佛光铸照 把你功夫提升了 加持你 你就到十报 专业头修 行是这个法门殊胜 说老实话 学禅 学教 学密 这一生 真正成就 都不容易 唯独这个法门 真正是万修万远修 你放下的功夫 连虚脱环都做不到 不要紧 只要你能信 你真的愿意去 烦恼一平为断 不要紧 生烦胜痛就吐 下背往生 极乐世界是个特别世界 特别在哪里 特别在清净平等修 特别在这 一生到基罗世纪 就是阿维悦之菩萨 阿维悦之菩萨 一般来讲 语言叫出主 别叫出地 他不但超越六道 他超越十八界了 他往生到极乐世界 是生世报 专业出发 那么可是在我们这个世界 一瓶烦恼没断 欧益大使所讲的 他真的是反复 连小臣虚拓华都没断 也就是我们讲 没入门 大臣 华言经上讲的 世纪 他粗信都没断 但是他能往生 往生到极乐世界 他所享受的 他还是在反省同居图 但是他享受的 享受什么 智慧 神通 道理 跟原教出主菩萨相等 他不是原教出主菩萨 但是他的那个智慧 得相 跟出主相等 这是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价值 换句话说 不是他自己有 佛给他的 给他的 他一样享受 因此 生 凡圣同居图 下下平往生 能不能 回到收婆世界来 度重生 难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他能到这个世界上 来度重生 他迷不迷 有时候会迷 那迷了会不会堕落 不会堕落 为什么 佛照顾他 法身菩萨照顾他 世尊在金刚经上 不是诸佛吗 诸佛这些大菩萨 常常照顾这些小菩萨 这些小菩萨 就指这一类的 他来加持他 他来开导他 他一下就觉悟了 所以他很容易觉悟 很容易回头 道理在此地 他为什么 在极乐世界 没有真正成就 他就来 他慈悲心切 看到这个世间众生 太困难了 他就来了 我们把这些情形 搞清楚 这世间有再来人 真的吗 真有 再来人怎么也糊涂呢 原来是 凡圣同居土 再来的人 才有这个情形 方便土 绝对没有 特别是 特别是 凡圣同居土 忠下 这样的人 忠下辈的人 这种情形 就很多 一定是 一定是 佛跟这些大菩萨 常常照顾他们 没有他们照顾的话 他就会灭了 真的会灭了 念佛 不要拒束 我们睡觉 能不能念 睡觉 不要出身 为什么 出身上身体 上气 一样的功德 那么我说 我们在习数间 好像不攻进 不攻进 不出身 不出身 不能设心 那你就出身好了 出身 是不是不攻进 不攻进 思想 为什么呢 佛菩萨不会怪你 你自己设心的思大 洗手间 大神念佛的佛 就怪我们了 他就不是佛 他生烦恼了 佛怎么会生烦恼呢 他有这种道理呢 佛只是希望你有成就 希望这句佛号 真的能把你烦恼控制住 但念佛不是别的 就是为这个 你不念佛 妄念就起来了 用这句佛号 来换代你的妄念 妄念都没有了 都是这句佛号 那你功夫成篇 真到功夫成篇了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前 阿子功德 如是 故佛号之功德 可知 一个字的功德 就是不可思议了 侯宽 阿弥陀佛 这句名号 此地所说的 都是极力赞叹 名号功德 不可思议 我们真知道了 你就会念着 念这个 比念什么都好 古代的讲真话 念金不如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 那我们今天 为什么还要强调 要念金 这个原因呢 我们对这个名号功德 不了解 念金是帮助你了解 念金是帮助你破译 开悟 念金呢 也是帮助你收心 因为你的心是散乱的 你不是禁念 用念金的方法 收心 就是 度射六根 念一步金 心定了 心清静了 把这个 心浮气躁 收敛了 你再来念佛 功夫就会得利 是这么个意思 总得要搞清楚 搞明白 才真正能够收到效果 母后 老秀师在此地告诉我 且此一句佛号 下手罪业 无分男女老少 不论 至于邪马 人人能念 过过能行 明照万得 妙感难死 这些话 是老人劝劝我们 这句佛号 下手 罪易容易 无量发门里面 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 最容易的 这一句佛号 所以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治愈先忙 每个人都能念 随时随地都能念 念佛 不要拒束 我们睡觉能不能念 能念 睡觉不要出声 为什么 出声伤身体 伤气 一样的功德 那么我说 我们在习俗间 好像不恭敬 不恭敬 不出声 不出声 不能设心 那你就出声好了 出声是不是不恭敬 不恭敬 四小 为什么呢 佛菩萨不会怪你 你自己设心的四大 洗手间大声念佛 佛就怪我们了 他就不是佛 他生烦恼了 佛怎么会生烦恼呢 他有这种道理呢 佛只是希望你有成就 希望这句佛号真的 能把你烦恼控制住 念佛不是别的 就是为这个 你不念佛 妄念就起来了 用这句佛号 来换代你的妄念 妄念都没有了 都是这句佛号 那你功夫成篇 真到功夫成篇了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前 功夫成篇里头 也有三倍九品 上倍三 这个三品 往生自在 想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去 想多住几年 也没妨碍 这是阿弥陀佛 祝佛菩萨了 对我们的期望 这叫做 这叫真功敬 功敬不是在我们 一般这个 这个世间 所执着这种现实 这种现实 我们也都要重视 为什么呢 避免别人 造口业 主要是在这个地方 初学的 他不知道 认为你这个不公敬 他造口业 他看着眼内不舒服 他来批评你 他对于佛法 没有透彻了解 透彻了解 人家看到你这个现象 不起心 不动你 他哪有分别执着 所以 理根事 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所以要晓得 人人能念 国国能行 今天念佛的人 他用的是妄想 他自私自利 他贪图明文理 贪图五月六成地享受 还损人利己 这怎么能往生 这念这句名号 他能得的这个利益 只是阿赖耶诗里头 中一个念佛的宗子 他的成就 那是来生后世 他这一生不能念旧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明朝万朝 妙感难思 这一句话 我们就会想到 如同 本经序份 本经的前面有个很长的序 没关系大四 是的 为我们详细介绍 这个会计本 这篇虚文 讲义后面 附露地友 应当要看看 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他把这一句话了 讲透了 明朝万德了 妙感难死 你们有一段话这么说法的 随唐时代 这是真的 那个时候的高僧大德 太多了 我们经常引用的 韩国的法师 日本的法师 都是那个时候 到中国来留学的 回去之后 就成为 许多宗派的 开山祖司 这些人 亲近过 闪躲到死 亲近过 智者到死 跟他们的关系 非常深厚 黄念族老居士 这个大经节里面 引用他们的话很多 他们曾经想过 释迦牟尼佛 49年所说的一切经 哪一步经最重要 能够代表 他老人家一生所说的 结果 大家都推崇 大方广佛 华严经 所以称华严经为 金中之王 也就是说 其他的 49年所说的一切经 都是华严眷属 这是最重要的 大家公认点 我接触佛法 是方栋梅教授介绍的 他说华严经 是全部佛学的概论 也是把它推崇 到最重要的 这个位置上 佛经这些概论 那么华严经到末后 怎么圆满成就的 是 文术 普贤 这两大菩萨 引导 华严会上 四十一位发生大事 求生 净土 到极乐世界 去见 阿弥陀佛 到极乐世界 去参与 这样才成就的 岛归极乐 这一部经 专讲极乐的 也就是说 华严经到最后 说归无量寿 那这一来呢 无量寿经在华严之上 不在华严之下 在华严之上 可是华严难啊 入华严经界 修法界惯了 那不是容易死刑啊 那这个比华严还高 这就用一句阿弥陀佛 就能成就了 换一句话说 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入华严经界了 那么 无量寿经 叫无量寿经 就排名第一了 无量寿经 在我们现在这个本子 会结本 分群经为四十八品 说四十八章 也可以 夏连俱老 就是分的 那这四十八品 哪一品最重要呢 找最重要的 当然第六品 第六品 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 转述 转告我们 这里头 字字句句 都是阿弥陀佛所说的 四十八院了 四十八院就有四十八条 哪一条最重要呢 这也是过去祖师大德们 公认的 十八院最重要 十八院是什么 顺念必胜 所以在日本 有一个宗派 本院念佛 他就 第十八院 念阿弥陀佛 这就成功了 没错 日本的古大德了 创这个法门 他们有成就 现在人修学这个法门 我看很有问题 大有问题 为什么 他不懂教义 古大德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他基础都有了 他明白了 现在跟着学的 这些大经大论的一些理论 他都不知道 就支持这一句名号 烦恼吸气都没有断 那怎么能成就 也没有真正发心 是本经的宗旨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他有一向专念 他没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什么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确 自卑 古人念 阿弥陀佛 你细心观察 他真的 他是这个心 所以他相信 今天念佛的人 他用的是妄想 他自私自利 他贪图名文利 贪图五于六成的享受 还损人利己 这怎么能往生 这念这句名号 他能得的这个利益 只是阿赖耶识里头 中一个念佛的宗旨 他的成就 那是来生后世 他这一生不能念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 才知道这一句佛号 不可思议 你为什么就不念 你为什么会中断 那你就大错 太错了 几个人知道 这个秘密 真知道的人 太少太少了 这个世界 整个社会都在动乱 灾难平凡 哪里有云 就到哪里去 每一天 都做我最后一天的想法 没有不想明天 没有明天 我在这个世间 就到今天就结束了 那什么最重要呢 念佛最重要 劝人念佛最重要 除这个 都不是要紧的事 都应当彻底放下 所以 这一句名号 你就晓得 名号展开 就是四十八月 这一句名号 总是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 展开 就是无量寿景 无量寿景展开 就是大方广佛花园景 大方广佛花园景展开 就是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 你看 他的纲铃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你才真正晓得 明朝万德了 妙干那是 这个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 归 华严经 华严归 无量寿 无量寿 归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 归这一句佛号 那么如果再可大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 再可大 就是社方三世 一切祝福 所说的无尽法门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明白这个道理 才知道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 你为什么就不念 你为什么会中断 那你就大错大错了 几个人知道这个秘密 真知道的人太少太少了 我们在看末后还有几句话 从由念 巧入无念 即凡心 顿心 过得 这话是真话了 凡夫成佛 用这个法门 快速 一生成就 简单 容易 稳荡 可靠 再找这个法门 找不到了 末后他说 如苏超连 连持大四的话 其助生于片岩 这个片岩就是名号 其是跟他们平等 助生是什么 四十一位法神大死 你用这一句佛号就跟他平等了 真的 怎么知道是真的 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借座阿维越智菩萨 不就平等了 阿维越智菩萨是四十一位法神大死 越三起 越是超越 三起是三大阿僧七戒 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超过了 不必要这么长的时间 这一生 往生极乐世界 就超过了 菩萨修三大阿僧七戒 极云极顿 至极之意 简单到极处 容易到极处 云极了 顿极了 这人生 文佛法 遇到这样的法门 真不容易啊 故知 法菩提心 一向专念 不但为本金之 刚宗 实亦为 一大藏教之智规 末后 觉得太好了 所以我们 修建中的人 希望在这一生 当成就 这八个字 你一定要知道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要很深入的知道 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就是一定要发 祖佛的心 我这一生 要成佛 为什么要成佛 我要多众生 我要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希望他们时候都能成佛 跟我一样 你要有这样的心 有这样的愿 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有不可思议的感应 所以他不但是啊 无量寿经的 刚要 宗旨 实实在在讲啊 是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 一切经教的 指规 指规 跟刚宗意思一样 那么换一句话说 受持 这一句阿弥陀佛 真正发心做佛 发心度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脱离苦海 利苦得落 你有这个心 你就会有这个行为 怎么帮助呢 要把这些法门 这个经典 详详细细 清清楚楚的 告诉他 他才能够 利究竟苦 得究竟落 所以 世出世间 大胜大行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是用教学的方法了 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也是认真学习 才可以做得到 自己不认真学习 你就没有办法 帮助别人 帮助一个全家 帮助我们全社会 帮助全世界 都是这一个道理 所以一定认真努力 做出好样子 给大家看 大家就相信了 你们回答 你们回答不出来 我想到了 我说出来 你们想想看 有没有道理 能不能同意 极乐世界的 凡身同居 是同居 净土 注意这个 净子 他是同居 净土 难得了 为什么 这个世界里面的凡夫 六道凡夫 接受阿弥陀佛的教会 让我们想到 老祖宗的话 见过军民 教学为信 三字经上讲得好 人之处 信本善 信相近 习相远 苟不教 信乃切 极乐世界 把这些话 统统落实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天天叫我 阿弥陀佛 真了不起 他是圆满的 正如自信 所以信得的启用 真正发挥到 灵力尽知 怎么说呢 极乐世界 有多少众生 阿弥陀佛 就能够变化多少身 每一个人 面对着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亲自来教导 这是信的 圆满的发挥 同时 极乐世界的凡夫 因为极乐世界 都是行善 都修善 所以他只有善道 没有悟道 他六道 只有两道 没有阿修罗 没有 摩鬼地狱出身 所以 只有 人天 两道 不一样啊 而这里面的人天 得到阿弥陀佛 本愿 为神 加持 我们前面 学过了 借做阿弥陀佛 这个意思就是说 虽然是凡夫 你的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修行生活 都跟 法身菩萨 同样的相受 同样的档次 那么 那么法身菩萨 他也能够 化 无量 无边身 跟阿弥陀佛一样 他能化 无量 无边身 化身干什么 化身 到 释放 一切 诸佛 刹土里面 去 供佛 文法 不可思议 供佛 修福啊 修无量 无边的福报啊 文法 是修慧啊 那我们要问了 释放 诸佛如来 给这些人 讲什么法 诸佛如同学 有没有想到 受网祝福 你去听法 他给你 讲什么法 你们回答不出来 我想到了 我说出来 你们想想看 有没有道理 能不能同意 受网 一切 诸佛如来 都讲 阿弥陀佛 都教你 发菩提心 一向 专念 你想一想 可不可能 是不是这样 世尊当年在世 无量寿经 多次宣讲 即使说一切经 也常常带着 介绍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我们能够想得到 为什么 大经里面 佛告诉我 社法三世 共同一发神 一心一智慧 六五位 一人 这是我们贫瘠的 理论依据 想想到 社方 诸佛 教化 众生 都用 无量寿 无量寿 是 华言的 归去 发华的 归去 当然 讲这部 所以你要 学经教 学什么经 你就学 无量寿 一切 祝福 共同 宣扬 这是 圆满的 大臣 这一步 经学通 满满都通 不要再找麻烦 真的 一精通 一切 精通 这一步 先学通 你就能讲 花言 精 你就能讲 发华 精 能讲 花言 发华 你就能讲 一切 精 这是秘诀 你真搞清楚了 真懂得了 进宗学院的宗旨 宗旭 你不就明白了吗 这还用得多说呢 用不住了 这同居 净土 要认识他 不可思议 所以福度众生 需要十节应援 什么时候 他来 他一定会来 十节应援 没成熟 怎么求 也求不来 真求来了 祸害就来了 不但对你自己不利 对你家庭不利 甚至对整个社会都不利 佛菩萨会不会干这个事情 不会干这个事情 妖魔鬼怪 会干这个事情 他说 唯恐你不乱 佛菩萨不是这样 但我等所居之 同居图 是同居会议图 不是净土 什么原因 总立不开 因果 这因果是自己造的 自己造的因 自己要承担果报 佛菩萨 佛菩萨对你也无能为力 必须是 业障 习气 惨净 惨处之后 佛菩萨可以帮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能分身 教化 极乐世界 一切众生 为什么不在我们这个世界 教 我们的业障 太重 佛实现了教 有没有 有 什么样的人 真修了有福报 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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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的人 不行 为什么 他不接受 他不尊重 佛菩萨天天跟他讲话 天天现身给他看 不得了 这是我 要想尽方法 我 我去 去走 这反常 社会 我们也不允许 不是佛 菩萨不来 远不成熟 偶尔是几个人 成熟 这就是所谓的 佛独 有缘人 根性 含发灵 含发菩提心 含发求生 净土 的 愿心 恳切 他就有感应 宫 悯性 里面 还有一点 自私之力 明文利 瘫痴 吃慢 就不行 感应就没有了 我们也曾经遇到有感应的人 他有没有这些息息呢 有 一般讲的是比较不 有这个息息 时间比较短 没发脾气 一阵脾气 他马上就后悔 就后悔 有人生气 三天一个星期都化解不了 那就太重太重 那佛菩萨想帮你 真就丝毫都帮不上 所以佛度众生需要十几英语 什么时候他来 他一定会来 他一定会来 十几英语没成熟 怎么求也求不了 真求来了 祸害就来了 不但对你自己不利 对你家庭不利 甚至于对整个社会都不利 佛菩萨会不会干这个事情 不会干这个事情 妖魔鬼怪会干这个事情 他说唯恐你不乱 佛菩萨 佛菩萨不是这样的 大经上常说 佛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身欢喜心 你不喜欢佛菩萨 佛菩萨不来 你不就很欢喜了 你看多慈悲 你喜欢佛菩萨 他就来 你讨厌他 他就不来 肯定是横顺众生随其功德 这是我们做佛弟子 应当向佛菩萨学习 一个人真的不为自己 不为家庭 齐心动力 为苦难众生 为社会安定 为世界和平 为正法九重 那就对了 应该放下的 你自然统统都放下了 无论是生活 是工作 待人介物 身心情境 一尘不染 那叫心境 则佛图境 你心情境了 无论住在什么地方 也是同居尽土 所以故虽民同居 而始有不同意 这就是说明 我们这个 释迦牟尼佛的 凡生同居图 跟极乐世界的 凡生同居图 凝成一项图 实际上 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差别 实在 众生的 迷雾 极乐世界 凡生同居图的众生 绝物 绝物被挣过 解物 他烦恼习气 没放下 极乐世界 凡生同居图 他虽然没有证物 阿弥陀佛 本院为神 加持 他等同 证物 确实没证物 但是他跟证物的 好像也平等 等同 说个等同 当然不是完全同 这伏力加持 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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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